傳染期跟他的一個潛伏期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在 就是有那個確診的病人 那大部分都會過了 都會超過18天 才會解隔 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但是在 就是說沒有確診的人 他的潛伏期 現在大概說還沒有就超過14天 所以14天的一個 就對這些沒有症狀的在居隔者 這樣的一個的一個居隔 他時間應該是夠的 那另外剛才講說41個 突破性感染的病例 昨天跟今天我們都累計 是41例 因為今天新增了這個 唯一的1例境外移入的個案 他雖然說 有接種過2劑的BNT疫苗 不過他接種的 日期都是在8月 那第二劑接種是8月 19號 那這個距離他 入境跟確診都是 都是在9月1號的 入境跟採檢來講 剛好是還沒有滿14天 所以這個就不算是突破性的感染 那所以累計還是41例 那其中 有11例是Delta 其他就是 仍然還在這個檢驗中的也會維持是7例 那 剩下 因為病毒量太低 無法定序 這樣子 安心 包穿平咧和那樣 洩附